时间来到了5点30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 City Blast的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志峰 上个星期五首相间财政部长安华 提成2025年财政预算案 期间突然就透露说 将立法允许居家服刑的替代刑法 内政部长蔡富丁隔天就补充 这项全新的法案将会在明年 提成国会辩论和寻求通过 目前马来西亚法律 是没有居家服刑的条文 也没有相关的申请程序 法律框架是不存在以软禁 或者是居家服刑的方式 来替代监禁的做法 这项居家服刑 马上令人想到前首相纳吉 他会否成为居家服刑法案下 第一位获得居家服刑的囚犯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纳吉已经走了第一轮 就是通过司法审讯 来争取居家服刑 不过他的希望落空 他的申请被法官驳回 安华的宣布和塞福定的解释 让争取居家服刑失败的纳吉 可能他看到了一时的希望 也为他提早离开家营监狱 可能铺平了一些道路 今年7月份 纳吉入禀吉隆坡高庭申请司法审核 选求核实第16任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 允许他居家服刑的特设令附入的存在 从而将剩下的六年监禁刑期呢 改为居家服刑 不过高庭就驳回了他的申请 纳吉表示他们将会继续的上诉 特设令附入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现在还是一个谜哦 早前法官批准纳吉的律师 以这个案件涉及敏感问题为理由 以内庭的方式去审理纳吉 争取居家服刑的司法审核案 导致记者是没有办法采访整个过程 加剧了这个特设令附入的神秘性 法官的判决是在今年7月初初 然后在10月18号 就上个星期五 当纳吉提升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当民众都逐渐淡忘纳吉 跟居家服刑的课题 安华竟然在财政预算案提升 期间主动挑起这个课题 再次让纳吉提早出于成为的焦点 当然安华他也明白居家服刑 将让民众很自然的联想到纳吉 因此他在念出财政预算演讲稿的时候 是没有读到这个原本在演讲稿里面有的内容 但是他挑过 他没有念出来 但是他把居家服刑的内容 写在财政预算案内 讲稿内容的这个做法 是有点不寻常 也难免令人有政治联想 公正部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就以这非常怪异来形容居家服刑法案 他更质问这个举动是否是为了要减去 特定精英群体的刑罚而做的法律铺垫呢 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的怀疑是合理的 也是民众内心想要问的那道问题 就是为什么演讲稿 财案演讲稿里头会突然间冒出这期居家服刑呢 因为这跟财政预算案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 财政预算都是跟增加国家收入 提升国家竞争力 减少国债 财政自治 等跟这些钱有关系 那么财案也应该关注这一些 当然财政预算也会有提到制度改革 但是这个是监狱改革 或者是刑罚上的改革 对比财政预算案的层面来说 这一方面的改革是太少了 也太小了 那么释放纳吉 其实一直都是巫统的主旋律 巫统曾经多次要求团结政府特色 遭到不公正对待的纳吉宣称 如果纳吉获释的话 将会有助于从政巫统 也能让西蒙在内的团结政府从中获益 不过安华他是有所保留的 正认为必须要按张行事 不能够超越法律 就算纳吉宣称 苏南阿都拉特赦他的时候 有签署了一份特赦令附录 允许居家服刑 安华他也是尽量的回避 和释放纳吉有关的任何体问 早前纳吉想要通过特赦令附录案 让自己取得居家服刑的策略失败了 法官裁定所有证据显示 特赦令附录只是道定图说 不足以证明有这一份文件的存在 那么此路不通 现在有另外一条路了 就是居家服刑法案 那么他成为释放纳吉的另外一项选择 填补国内没有居家服刑法案的空洞 一旦这个法案生下之后 我相信纳吉的律师团队应该会提出申请 但居家服刑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 那些被裁定贪腐和适性的罪犯 是否符合资格呢 这些细节都还没有出炉 所以我们不得而知 目前监狱局实行释放囚犯许可证计划 就是PBSL 允许符合条件的囚犯提前获释 他们是监禁刑期在四年或者以下的老年 孕妇残疾人以及慢性病囚犯 安华曾经就指出 纳吉仍然是有这个一马公司案件的审讯 因此国家元首应该要等到一马公司案件审结 才考虑是否要批准纳吉的这项申请 当面对47项失信 他如何洗黑钱控撞的表面罪名成立之后 依然可以获得被撤销控撞 而Zahid依然是我们的副首相 他的释放不等于无罪DNA 让他获得自由 那么在这一种背景之下 已经复兴超过两年的纳吉 如果成功在明年 国会通过居家复兴反向获释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会让人家感到太过惊讶 如果对比Zahamiti的这个案件 那么民众和西蒙的支持者可能会愤怒 公民组织也可能会不满 国盟则会加大力度来抨击安华跟团结政府 那么这些负面的舆论 负面的反应 相信是团结政府能够预料到的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 那么就算是团结政府面对舆论的压力 或许当权者已经习以为常 可能他们也相信民众是散望的 那么关键点就是释放纳吉或者是 纳吉获得居家服刑的时间点 如果这个居家服刑的时间点距离来接大选 还有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纳吉将成为巫统的秘密武器 可能会再炫起另外一股Bosco的旋风 而这股旋风有利于巫统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 尽管如此 安华和希盟也要考虑强大的巫统 真的对团结政府对希盟有利吗 看看柔佛马国大选举不选 巫统赢得之后的那一副骄傲不可一世的嘴脸 那么政府必须认真思考 居家服刑是否真的适合特定的罪犯 落实居家服刑的最初用意 就是让最行较轻的那些罪犯 有个改造跟融入社会的机会 但是居家服刑是否真的适合 用在罪行比较重的罪犯呢 这可能会扭曲了改造跟惩罚的意义 第一则新闻先和你聊到这里 守着City Plus 等一下回来还有另外两则的焦点新闻 OK好 这个坦白讲居家服刑的这个新闻 在星期五晚上 当大家都看完 是看完安华的演讲之后呢 是真的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一个内容存在的 因为大家都是看着直播 而且安华是没有念出这一段 是之后媒体拿到演讲稿 然后才发现了 怎么安华没有读到这一个段落呢 那么媒体才发现到原来这份财案 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不知道 为什么安华没有读这一段内容 是不是因为我的猜想 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说 读出来之后会成为国盟功绩的点 就是国盟或者是他竞争的时候会把他那一段剪下来 他可以剪下来 然后不断的播放 不断的播放 那么对安华本身 以及对西蒙 还有对团体政府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就选择条国 当然这些我们都不懂 要有机会记者问一问安华 那么看看安华如何回答 现在安华还没有回应这个事情 只有内政部长塞夫丁阿普拉做出回应而已 那么塞夫丁他有说 如果真的实行这个居家服刑的话呢 那么全国有差不多整两万多的这个囚犯 是符合资格的 但是这两万多人当中呢 有没有包括纳吉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参照之前的这个PBSL的计划 那么纳吉是不符合的 因为在这个计划底下 获得提前释放的囚犯呢 他必须是归纳为四种的囚犯 就是老年 孕妇 残疾人士 跟慢性疾病 那么四种人当中 四种囚犯当中呢 纳吉为一符合资格的就是老年年长者吧 他已经是70 应该是70岁了 还是69岁左右 那么你超过65岁的话 你就属于年长者 这一点呢 勉勉强强 可以符合这个资格 但是另外一点 更重要的呢 就是你的监禁刑期 必须是在四年或以下 那么 安华的这个罪行 他被判坐牢是12年 减一半是6年 不符合4年 那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来真正的跟大家聊一聊财政预算案吧 我来自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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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